我在陪同同事 同仁的時候 我們就很認真嘛 然後帶他看了兩間三間 結果他就復斡旋了 很多事情我都很輕而易舉 我就算要蹲下去幫客戶拿剖鞋 把他再反向過來讓他好穿 我都不會覺得怎麼樣 就算那個鞋子他剛算是熱的 還是這麼去做 我自己在我新人的時候 成交了一個是 他想要買到龍門國中不換鞋的 我要再特別寫一個公車規劃 然後最後我們就在一個晚上 他就決定了 也沒有看採光 因為是晚上也看不到光線嘛 然後我就很順利成交了 我想要讓大家知道的是 其實我們都要找到我們自己的價值存在 因為這個房子拿出來給誰賣都一樣 2點20分的導師 五星級服務 從98年9月21號入職 一直到現在 我覺得我的服務 為什麼會做得好 以及有哪一些重點 跟大家分享 那為什麼旁邊會有這三張呢 因為他們三個 都有做神秘客機場 在麥當勞每一次只要主管說 欸神秘客機場中 就是那個禮拜神秘客會來 我們有一個活動 就是客人一來 我們要按下一個鈕 60秒之內完成他的餐點 送到他的面前 那再來第二個是 神秘客他一來 他就是會拿著白手套 開始擦櫃檯 餐桌 椅子 以及到後面廚房 看他的手是不是黑的 包含你的油 他看就知道 你這是不是新油 因為他們每天都要換 都有標準SOP流程 你們會發現 其實你們在鼎泰峰 你不會有沒有查的時候 因為他會觀察你 因為我們只要看到他的角度 到這樣 就代表他查沒了 才會到這個角度 所以我們連這個角度 都要知道說 哪幾桌的那些客戶 我需要去走查了 包含菜也是 我們隨時送菜的時候 我們就要看一下說 那些小菜 要不要補了 那時候我們會有一個人 他就是在一樓 看著那個monitor 他都知道客戶發生什麼事情 就要很靈敏就對了 每一個客戶 他發生的很小的事情 你都要知道 他的神秘客機場是非常完善 你每個區每個月 一定都會有 一到三家分店 會去被集查 那如果你沒有達到及格的分數 那你就會再被複查 三大企業 他們的神秘客機場 真的都非常的落實 因為你也不知道 神秘客什麼時候會來 我們一般在講 我要提供五星級服務 就是 你當然還有其他的心 或者是你把其中的之一再轉換 都可以 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五星級的加分服務 有哪一些 就是第一個 永遠都會多做那一分 想在客戶之前 就是客戶還沒有想到 我們就先幫他做到了 那再來第三個 我們就是做到超越客戶的想像 那正向值帶有哪些呢 第一個是他的驚喜指數 客戶對你的驚喜指數有多高 第一次初次見面 你做了什麼讓他很驚喜的 好再來第二個是 他能不能夠給你一個肯定的回饋 那再來第三個是 他再度消費 跟他買賣一次了 但是呢 他覺得你的夫太好了 他只要身旁有想要賣房子的 有想要買房子的 都想把你介紹給他 你就有被肯定了 很多那種千萬經濟的人 都會有非常多的老客戶 因為他們已經做到這一些了 那再來第四跟第五 其實是比較傾向公司的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些教育訓練 跟服務的訓練 我們希望我們在座的每一位 我們的標準都能夠是這麼高的 我們的客戶進來 才可以得到一樣的服務 再來服務生育就是 我們只要公司做得好 大家出去講到緣喜團隊 認同度都會提高很多 因為複向是比較不好的嘛 那我們來看看有哪些呢 你永遠都嫌客戶麻煩 客戶說你可以再幫我去調一下 駿工圖嗎 你可不可以幫我去現場丈量一下 會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可是他還不見得要買 那你嫌不嫌他麻煩 再來是你可能不願意多做一些 就這兩個是差不多的 你拖延了 好再來是你以利己為出發點 你只利於你自己 你不是利他 那這樣就會有落差 然後以及你望東望西的 沒有記錄 也許客戶其實已經跟你講過了 但是你忘記了 我覺得這都會讓客戶的感受 是很不好的 所以其實在剛剛我講的那三大企業裡面 他們對於客訴這件事情 是非常在意的 那第二個問題的復發 如果你一再的發生 人家就會覺得你怎麼沒有改善 第三個拖延回應 所有的事情 我們要分成輕重換機 我今天一定要去處理它 第四個跟第五個 我覺得這都是比較講公司面的 可是系統失靈我覺得很重要 有可能是你的手機 有手機壞掉了 那我們怎麼辦 或是我們的電腦壞掉了怎麼辦 所以系統失靈也會造成我們的人員耗損 因為我從我年輕到現在 我做的都是服務業 很多事情我都很輕而易舉 我就算要蹲下去幫客戶拿拖鞋 把他再反向過來讓他好穿 我都不會覺得怎麼樣 就算那個鞋子它剛算是熱的 我還是這麼去做了 因為你有時候要拿拋棄式拖鞋 把它撐開給他穿嘛 那有一些人是欸就給你 所以就是看你能做到怎樣 一直確認 包含我要出門 待看之前我要再跟客戶確認一次 我說我們待會7點半在哪裡哪裡見呢 如果我要特別去拿鑰匙 我會先打電話 就是打電話到那個同業去 我問這把鑰匙在不在 然後我會跟他說我什麼時候會到 我要確認清楚這個鑰匙是在的 因為我有遇過就是鑰匙又被拿走 變成我遲到了 我會預防很多的細節 所以這個提醒我已經不是提醒客戶了 是連同業我都要提醒再次確認 我覺得我在陪同同事同仁的時候 其實這個客戶他都沒有說他很誠意 可是我也只是想要幫這個同仁 我就去了戴看 所以在戴看的過程當中 我就一直跟客戶聊天 一直聊天一直聊天 我們就很認真嘛 然後帶他看了兩間三間 結果他就附斡旋了 但我們也都不知道這一天 這個客戶他會要附斡旋 我們只是因為從頭到尾 把他的需求的案子都跟他再介紹一遍了 也就真的只有這五間了 但也有啊就是我們大家這麼多 然後他還是說沒關係我在想想 那這時候你會不會再多問他一句 那你有沒有覺得這五間有沒有哪裡 你覺得可以再有一點你想要的 要跟他去詢問 就是我很努力的想要幫你 五感就是視覺、聽覺、味覺、觸覺跟嗅覺 那就是我們給客戶的第一印象 你要給他是專業 還是你很活潑、你很熱情 圓喜團隊的logo色就是藍色嘛 中性房屋是橘色 所以有可能我的消暴書 我都會比較傾向是這些色系的 這樣子拿出去就會比較讓人家覺得 原來這就是你們的配色 那音樂我有去帶看別人的案子 我覺得他怎麼做得這麼好 他就是把那些芳香的東西都弄好了 還帶著一個小的音箱 他連他自己的手機的音樂 他就聽不到外面一些比較草的聲音 很多人在帶看的時候不會只有一個人來嘛 他可能是四個人或是再更多人 那你怎麼打開你的耳朵去接收這麼多不一樣的聲音 那你要自己去知道 這一個是誰講的 所以呢即使我們在旁邊介紹別的 那我耳朵還是聽那邊在講什麼 如果你的樓下是餐廳 或者是摩托車行 他也會有味道 那我們怎麼去改善呢 因為天氣冷天氣熱 其實他都會影響你看屋的心情 我說真的很熱 一連串帶炭很多的都滿身大汗的 那可以開冷氣的房子 我們當然就先把它開啟嘛 很涼爽進來的那種感覺是很舒服的 味道嘛一定有那種管線不通 然後廁所是一種很臭的味道 那我們應該要先把它沖個幾次 或者是窗戶都應該先打開 讓它通風流動一下 好我覺得這些真的是細到 你每一個細節 如果你都注意到的話 那跟你看我的每一場 都會是很愉快的 或者是他曾經明明已經去看過這一間了 但是跟你看他感覺又不一樣了 因為你給他創造不同的感覺 門窗助力30秒我們要幹嘛 小跑步然後去給客戶訂明片 然後要傾斜幾度 45度 明片要朝向客戶說 請問有什麼可以為你服務的嗎 邀請他進入我們的分店 但是你要指引他呢 不然他走到前面啊 他不知道要走去哪 這是常常會發生 所以你幫他推開之後 你還是要在他前面一直指引著他 門市接待的SOP流程就是這樣的 有時候有客戶進來 會有人就喊 欸歡迎光臨你好 那另外是可以主動幫客戶拉一下椅子 說欸這邊請坐 客戶走了說 謝光臨請慢走 然後我們還要目送客戶離開 然後一直看他離開 大概 對看不到為止 再來這個的話是網路客戶 或者是來電客戶 響鈴的三聲三秒內 我們其實是要接聽了 中信房屋仁愛頓站店您好 畢姓雨很高興為您服務 欸您貴姓啊怎麼稱呼 紀錄需求並設公告 或紀錄在記事本中 或者是LINE筆記裡 我只要是每一個來的客戶 他加了我 我就會在跟他的對話裡面 就會寫說他要找比如說電梯兩房 兩千五百萬 北市皆可 還是他有限定什麼區 要不要車位 如果兩房車位 三房車位 四房車位 什麼學區 未來我只要輸入這個關鍵字 我就可以全部找到他們了 重複附送 他的需求 請問一下您的需求是這樣子嗎 或者他還要再新增什麼 我就把它貼起來 設定在我跟他的公告裡 因為LINE跟電話沒有連結 他的手機號碼我會不知道 我會忘記 我就會把他的名字 修改成我看得懂的 我一眼就知道 這個是什麼客戶 就算我第一時間沒有接到 我每一通電話我也都會回 然後回完了 這個手機號碼 我就會把它存起來 因為我不喜歡我的手機 有不明來電 只要是客戶 我都會把它寫起來說 喔他姓什麼 然後他是問我哪一間 就是我要知道說 他是什麼而來的 留言回訓 或是中斷之意 我如果要不小心打斷 他說不好意思 我現在正在待看 我方便晚上幾點播給您嗎 其實基本上客戶都會說 好這一些事情 只要你提前都跟客戶講了 他們一定都可以接受 事前我們要準備的消暴書 以及我們規劃待看路線 你說規劃待看路線重不重要 其實重要欸 如果我沒有先去這個現場看過 我可能不知道 我可能要走另外一邊 好像感覺比較好吧 那邊有個雞湯有點臭 跟客戶約在哪個點 然後怎麼帶他來 我應該要先規劃好 你待看完了之後呢 我可能當天我就要跟他聯絡了 我要確認他到底喜不喜歡 那如果不喜歡 我還要再介紹什麼樣的案子給他 我還有沒有其他案子可以推薦 或者是我就會跟他一直討論 是不是可能現在沒有合適的 我要再調整他的需求 因為客戶不知道 他自己這樣的願望是達不成的 我們要適時的一直在跟他討論 引導動向 就是我們進去這個房子裡面 我要優先介紹哪個地方 可能是客廳 餐廳 或是他景觀太美了 我們現在站在陽台可以看到101的景觀 可以看得到滿滿的樹蔭 我覺得那感覺都不一樣 有無特殊的事項要提前說明跟注意的 優點跟缺點你都要說的 因為房子一定也有他的缺點 也許什麼都好 就是價格貴了點 這也是啊 那有老人或是有小孩的 我們就特別幫忙留意一下 我上次帶看一個是他自己背著一個小孩 然後他這樣推著一個推車 要跟我看公寓 我就說那我走在前面 你慢慢走 但是我手電筒就是照著他 就是說當客戶他喜歡這一棟的時候 那我們要提供什麼給他 當然消暴書裡面都寫得很細了 可是你有沒有做一張 是讓他更能夠更快做決定的 到底這兩戶有什麼樣的差別 這兩棟有什麼樣的差別 我那時候曾經到EAT 就有時尚館跟國際館 我就拆解這兩戶 因為有一個有車位 一個沒車位 然後總價單價其實都差不多 然後他最後選的那個沒有車位的 大家要好好的去把它分析出來 可以再更加速他更快做決定 你的帶看袋就是你的百寶袋 你能夠有什麼東西給客戶 因為我自己有買了100雙抛氣式拖鞋 我每次戴看 我就是知道大概會有多少人 我就放幾雙 我會再多放兩雙 衛生紙啊獅子巾 我獅子巾會戴 因為有時候那種地板很髒啊 還是什麼的 為什麼會寫一個公車路線規劃呢 因為我自己在我新人的時候 成交了一個是 他想要買到龍門國中不換線的 所以我每一個帶看的案子 我都要再特別寫一個公車規劃 這裡呢走到公車站要多久 然後是什麼站 搭多少站 要多久的時間 我就每一間我都這樣子寫 滿足他這個需求 然後最後我們就在一個晚上 瑞安街的五尾巷一樓 就那一天他就決定了 然後我就很順利成交了 也沒有看採光 因為是晚上也看不到光線嘛 我們有做了一些細心的準備 如果我沒有做這個 他也沒辦法這麼快決定的 各種的節日祝福啊 熱心分享 LINE送禮跟貼圖 我每一年都送嘛 可能我這個客戶 我已經送了他三次了 可是我三次都要送不同的蛋糕 現在他們的蛋糕可以印上專屬日期 那上面蛋糕我大概都快買過一輪了 喔剛剛那個熱心分享啊 因為我這個人就很愛加入很多社團 媽媽社團的 他們在推薦那種很便宜的東西 會喜歡這一類的 我就會推給他 也有人喜歡精品的 我覺得看到也不錯的 然後我也會推給他 就是會一直很熱心的想去分享 最後我覺得自我優勢就是 你們自己可以去想像 你們可以給客戶帶來的優勢 有一些平安股是你可以買的 你去日本 譬如說你買的玉手 其實那些都很漂亮很好看 如果你拿回來送給客戶 其實他們都會很開心 那或者是 我很喜歡自己做那種蛋糕 那再來是出國的伴手禮 因為我就很愛出國嘛 所以我每一次都要留一個空間 是要拿伴手禮的 我想要讓大家知道的是 其實我們都要找到 我們自己的價值存在 因為這個房子拿出來給誰買都一樣 我房子要跟誰買也都一樣 可是他要看出你的價值是什麼 你能幫我談便宜嗎 還是我就是很喜歡你 我就想跟你買 我可以把這個很重大的事情交付給你 所以我們要做的是這件事情 今天會把要服務講到這麼細 其實就是大家 如果你不知道說這些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客戶沒有在跟你抗污 或者是沒有在跟你有後續 有沒有可能就是我們沒有做到了什麼 可是你不知覺 因為你平常本來就沒有習慣這麼做了 認真對待每一位客戶 相心比心 你認真客戶就會認真 你分手提款 大約 coração 你多給眼淇 不餓 你讓我品嘢